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举办的长岗花火大会 这次多亏好友Vivi抽到了票 而且还是可以使用脚架的摄影师席 我才能再访长岗花火大会 我们先是一起在前草租了御医 再一起搭新干线来到长岗 抵达后先去饭店整理行李再出门 没错 我有订到饭店 虽然真的贵到不行 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先到那个饭店 先整理一下我们的行李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带了很多的东西 脚架啊镜头各种什么东西都有 那现在先就是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这是我们的房间 现在真的是超贵的 原本真的完全订不到 每天刷每天刷这一间 七万六 太厉害 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住这间 但是我那时候呢是一个人住 房间就没有这么宽 所以这一次订到这一间就觉得还不错 虽然说价格真的是 我真的是一边发抖然后一边订的 因为我知道我如果那一刻有任何的迟疑的话 我真的是可能就订不到房间了 所以还是卡把它刷下去了 这里呢刷是浴室 那我现在把我的头发充磅了 我觉得充磅之后整个氛围还不错 这是真的要感谢Vivi就是抽到这个票 就觉得很很专业 可以用三脚架 对不然其他座位都没有办法用三脚架 可以用可能好像不能那么高 嗯对 耶谢谢超幸运 好那我们走吧 出发吧 嗨 你的发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很可爱 嗯 可爱 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边是这边 五年之后 长钢花火大会是日本三大花火大会之一 另外两个都是竞技型的大会 就是各个烟火制造商 会根据大会制定的规则及要求 设计烟火并释放 而长钢花火大会并不是走竞争比技术的路线 这个活动的起源是为了告慰在1945年 长钢空袭中逝去的生命 并祈祷长钢的复兴 蕴含着对世界和平的愿望 才在每年的8月2号8月3号举办 释放时间约两个小时 活动的看点很多 像是直径达65公尺的正三尺域 还有释放全长达两公里的复兴祈愿花火凤凰等等 这部影片就与各位分享我拍摄到的画面当中 我特别喜欢的部分 音乐呢由于版权的问题 所以都会重新配过 觉得走了很久 但是 现在还看不到镜头 这是我们的位置 129公里 好 结果我们是在第一排 对还不错耶 很棒 不知道 会计划 会计划 本日 10号6月 平沢新一 兵呈 兵满 町 王子 王子 中文字幕提供 1488人の市民の尊い命を失いました 以来、世界の特急平和への願いは 市民共通の強い思いとなっています いえ、こう、平和への祈りの思いを込めた長岡花火を打ち上げ 世界に向けて平和のメッセージを発信いたします そして皆さん、コロナウイルスに負けることなく 健康な生活、元気な日常を取り戻し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いえ、おわ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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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